一起成為監督的力量 吳安寧好 是張一禎 歡迎您持續鎖定 中天五間新聞 再來我要給大家一點時間 我們要換子頻道了 邀請您跳到我們的 中天新聞的子頻道 今天幾月幾號 11月1號 禮拜一 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下午5點鐘 你要做什麼呢 告訴大家我今天下午 又有正妹看世界了 我們等一下下午直播線上見 還有一點就是11月1號了 正式宣告 再過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要告別2021 馬上要迎接2022了 時間過得很快 邀請大家幫我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讓我們中天新聞在2022 再創新的點擊率 首先今天新聞一開始之前 我要先來點點名 謝謝我們的好多好朋友 準時來報導了 謝謝我們的 Jerry 廖 武安 洪亮 方俊生 玉山 古田樂 武安 C.C.Y. 米優 江碧珠 貝瑞瑪 還有我們的 Jack 萬廖 孫可華 黛宇 奇怪我們覺得 今天好像有點騷聲 沒關係 不影響我跟大家報新聞 接下來兩個小時的時間 記得把我連結分享出去 首先今天新聞一開始 昨天是萬聖節 很多人可能 在cosplay角色扮演 但是在日本 大家直擊了這一幕 感覺是非常驚恐 而且實際上 他就是一起恐怖的殺人事件 那麼我們先來看到 當時是有一名24歲 平常他就沒有工作的男子 他出現在日本東京的 電車金王線 這個金王線 因為可以到行宿 所以平常搭電車的人 是滿多的 那麼在昨天 因為是萬聖節 所以很多人 其實會裝扮得奇奇怪怪 走在路上 大家會不以為意 但沒想到恐怖的事情 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一起砍人事件 好 這名男子 在畫面的最旁邊 我們看到 他穿著綠色的襯衫 藍色的上衣 他打扮成電影蝙蝠俠裡面的 反派角色小丑裝 他今年才24歲 他扮成這樣做什麼 他拿刀向乘客揮砍 然後在電車上 潑灑汽油 點火燃燒 一燒之後 所有的人驚慌竄逃 但是沒想到 警方上情要調查的時候 他卻是異常的冷靜 甚至在電車裡面 還在違法的抽菸 然後他告訴警方說 他就是想被判死刑 甚至他還說 如果殺了兩個人 甚至更多 就可以實現 他被判死刑的願望 讓人覺得不寒而栗 而在電車旁邊 電車一到站的時候 因為這個閘門還沒打開 所有的乘客嚇得要死 從這個電車的窗戶搶得跑出來 跳出這個車窗外 無差別的電車砍人案件 目前我們得到最新消息是 有17個人受傷 而且其中有一名 70幾歲的長者 他的傷勢相當嚴重 尖叫聲此起彼落 乘客紛紛從另一節車廂奔逃出來 不論男女老少 臉上滿是驚恐表情 就在這時 從後方又傳來爆炸聲響 隨即火光四射 冒出陣陣黑煙 民眾再度驚恐呼救 萬聖節不平安 日本東京電車金王縣 31號晚間8點左右 驚傳隨機砍人事件 列車上一名20多歲男子 無預警拿出刀子向乘客揮砍 嚇得群眾四處逃竄 男子還在座椅上 灑了汽油 營火點燃 列車在國嶺站緊急停車 很多乘客根本等不及車門打開 立刻從車窗爬出逃生 現場陷入一片混亂 有民眾脫困後 透過車窗拍到這名嫌犯 穿著打扮類似電影小丑 行凶後還翹著二郎腿 坐在車廂內抽煙 一副無所謂的模樣 而在列車進站後 這名男子隨即被警方制服 目前已知至少有10名乘客受傷 其中有一名60多歲男性重傷 意識不清 至於犯案動機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還有不論是開車騎車上路 一定都要小心路況 有時候你很安全 但是別人比較粗魯 我們來看這是機車相撞 造成了一死一傷 就在昨天早上有一名39歲的男子 他騎機車在台中南屯的文山東巷 他左轉中永路 結果沒想到跟一名18歲的機車騎士 兩個人就這樣發生了機車相撞事件 然後又撞上了對象 正在停紅燈停下來的兩輛腳車 39歲的機車騎士 因為頭部受到重傷 送醫不治 左轉機車和執行機車相撞 兩台車倒地滑行 衝撞停等紅燈的兩輛腳車 出來看的時候就已經 騎士已經倒在車子的下面了 可能就想摔倒跌進去吧 看起來是摔進去的 不是說壓到 就是剛好卡在那邊 四車撞在一塊 被撞的兩輛腳車沒事 但兩輛機車撞到扭曲變形 左轉的39歲機車騎士 他摔進車底頭部受傷 送醫搶救不治 而執行的18歲騎士 則是身體多處擦措傷 也是趕緊送醫治療 噪音帶大隊分析研判 警方呼籲用路人 請進入口試 請檢速慢行 定義規定讓車 警方調查機車騎士 兩人都沒有酒駕 詳細的肇事原因及責任 還在釐清當中 記者韓志信王世涵 台中採訪報導 在花蓮的華東路 也是昨天晚上11點多 傳出了火警意外 灰窮處 因為現場的房屋 都是木造這個鐵皮屋 所以一著火之後 這個火勢馬上延燒得 非常的快速 一路就燒了八戶 大火將近燒了 兩個半小時才被撲滅 那麼受困的一對老夫妻 幸好奇蹟似的 他們躲在後院 所以平安的逃過一劫 濃濃黑煙不停從鐵皮屋中 竄出火蛇也越來越大 消防人員趕緊在現場 不齊水線灌救 但火勢猛烈不停朝消防員逼近 加上濃煙讓救援更加困難 消防人員選擇繽紛兩路 從屋頂灌水 並派出怪手一路清除障礙物 終於將受困名中救出 妳在山下邊 我們早上去炒錢 這不知道怎麼樣 這件事件發生在花流 華東路31號晚間11點左右 屋主表示11點10 曾起床喝水 當時家中並沒有異狀 沒想到過沒多久 大火突然竄出火事燒得又猛又快 老先生趕緊帶著行動不便的 太太殘皇逃生 並打給女兒求救 由於現場皆為木造鐵皮屋 小熊大火持續燒了八棟房子 我起來的時候就 燃到這裡 我燒了八戶 在這個撲滅的過程當中 就有民眾報案說 他的爸爸媽媽在裡面 把那個圍牆破壞掉 進去才發現兩個夫妻 火事燃燒兩個半小時 終於被撲滅 受困的老夫妻 躲在家中後院的空地逃過一劫 兩人有輕微燒燙傷及嗆傷 送一戶已無大礙 而詳細起火原因 警消後續將持續調查釐清 接著劉吉耀 謝水瓦 歡迎連報導 再來關心疫情 最近一直聽到很多突破性的感染 我們來關注一下 Delta的亞型變異株 再度又席捲國外了 那麼目前台灣也有境外個案 它是確診新型的變異株 加上最近境外移入的個案 頻頻出現突破性的感染 讓國外的疫情 其實都相當的不樂觀 尤其是今天又聽到一個消息 白宮的發言人 也突破性感染 最近春節快要到了 那麼現在受限於法規 每兩年一定要入境一次的 很多人可能就要回來了 今天預估返鄉的人數 會高達5萬人 儘管現在已經加開了 3000多間的防疫旅館 但是還是不夠住 指揮中心嚴禮 這個禮拜會公布 春節的檢疫10加4的版本 但是醫生認為 國門無法永遠的緊鎖 這14天不可放鬆 但不一定要住在防疫旅館 不少旅外國人去年底 因為疫情無法返鄉 等到今年底統統要回台 民航局預估 返鄉人數將高達5萬人 但是指揮中心估算 目前防疫旅館 只剩2.6萬間左右 將會加開3460間來因應 但是數量恐怕還少2萬間 國內利拼打疫苗 一劑接種率已經超過7成 指揮中心透露 春節檢疫正在嚴禮 10天防疫旅館 加4天居家檢疫的版本 預計本週會公布 來減輕旅館量能 但是國外疫情並未趨緩 10月31號 境外移入有6例 其中案16518 一位20多歲女性 從美國返台 打過兩劑BNT疫苗 還是發生突破性感染 而且CT值只有11 也讓專家提前警告 維持14天的檢疫 恐怕仍有必要 在於沒有第二代疫苗出來 或者打第三劑以前 除了台灣的接種率已經很高了 不然從國外進來的 這個14天這個關卡 必須要把它有一個管控 可是我們不一定要14天 都在防疫旅館裡 面對Delta持續變異 加上專家更憂心 秋冬還有流感盛行 但是國門也無法永遠關上 萬一有病毒從境外流入 在二劑疫苗 施打不足的情況下 都會讓本土疫情再次爆發 記者謝軍仲 所以宣傳台北報導 再來是原本很多人想說 要不要來等混打 好 我們先來看 第二劑都還沒打到的朋友 有沒有 來在聊天室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如果說你打完一劑的疫苗 你幫我加一 告訴我你打了什麼 然後打了兩劑的疫苗 你幫我加二 如果說你已經打了三劑疫苗 沒關係 你也幫我加三 等一下聊天室 來跟大家互動一下 接下來第13輪的BNT疫苗 即將要開打了 但是卻已經跳過了 已經滿28天 就是應該要打第二劑的 12到17歲的學生 那麼如今 這個三大原因曝光了 其中指揮中心比較擔心的是 現在已經有15例疑似心肌炎的 不良作用 所以可能還要再多觀察一段時間 但是專家認為 打滿兩劑其實是利大於弊的 不過現在國內疫情 相對比較穩定 拖到明年初再打也是可以 不過想必很多人還在煩惱 學生打BNT都已經開始在計劃打第二劑了 那麼有很多人打完AZ 或打完莫德納 也不知道第二劑在哪裡 第十三輪BNT即將開打開放18歲以上民眾接種一劑BNT 滿四周可打第二劑 但偏偏露了12到17歲的學生並未納入 未納入的原因有三點 除了我國青少年染疫後重症風險低 以及染疫後可能造成的大規模傳染外 其中最令人擔心的是已經有15例疑似心肌炎的個案 桃園日前就出現一名女國中生 9月24號接種過第一劑BNT 10月5號出現身體不適發燒 家長以為只是感冒 診所看診後發現症狀並未緩解 後來轉往台北馬街醫院搶救 進陷入昏迷 醫生診斷出心肌炎 趕緊裝葉克膜治療 不少家長因此退縮 如果你第一劑已經出現新肌炎 第二劑不要再打BNT了 應該要換一種疫苗 最好是換AZ的 第一劑都已經新肌炎 第二劑發生新肌炎的機會比第一劑更高 但也有家長擔心二劑間隔太久 會影響保護力 擔心自己的小孩啊 對不對 他像他這樣子打 大家也會怕啊 我新肌炎副作用這個肯定會擔心 萬方醫院感染科醫師李文生就說 若疫情不嚴峻 校園明年初再安排第二劑也無妨 另外也有一名婦女打完第一劑AZ後 才發現自己懷孕 希望第二劑能混打莫德納 不過指揮中心發言人表示 目前孕婦也還未開放混打 依據國際上的數據來看 專家認為青少年打滿兩劑是力大於弊 但國內相關數據少 因此要再觀察最快12月初 決定是否第二劑開打 記者余盛行 陳嘉倫台北採訪報導 好聊天室很多人跟我互動 首先我先來點一下主頻的朋友 點到的朋友 邀請大家幫我們雙開 子頻也幫我們打開 謝謝吳哲勳 打了AZ兩劑在詠春 還有我們的Pernsey Ho 他說完全沒打 給了我一個加4 然後馮德元感謝你 加2也打完兩劑了 瑞熊打了一劑 打了BNT 還有我來看一下 宋壽清打了一劑是莫德納 好 來 子頻的寶寶們 陳春照寶寶還有CCY 恭喜你們都打完兩劑AZ了 那怎麼剩我還沒打第二劑呢 還有玉山古天樂打了一劑BNT 沈麗清打了一劑的莫德納 米優也是打了一劑的AZ 我現在看到 其實一劑兩劑很多人都打到了 希望我們可以盡快的完成疫苗接種 國外都還在討論 要不要打第三劑呢 好 感謝飛翔的小小漢堡 首先今天的斗內列車開起來 好 感謝逸臣萬聖節快樂 不能確定是10月31日 還是11月1日是不是 萬聖節是10月31日 好 感謝你的斗內 還有我們的好好亮 打個廣告是不是 沒有問題 斗內進來 所有你想說的話 都可以放心的大聲說 我剛剛也想說來Google一下 五甲張記 好吃的水餃 逸臣平常午餐也很喜歡水餃的 你們是書彩特色水餃嗎 好 我等一下也來Google一下 感謝我們的好好亮 斗內進來打個廣告 沒問題的 好 再來我們來關心一下 現在耶穌凱道 昨天是第二天了 那麼羅自強其實昨天 也有接受我們的 蠟碗報的視訊 他也說到了 其實現在要耶穌凱道 主要也是希望喚醒大家 持續的關注在四大公投的議題 而不要被民進黨給扭曲了 好像是藍綠對決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的 而且要告訴大家 公投是哪一天 這個日期一定要好好的筆記起來 現在聽我說拿起手機 你趕快把它記在你的刑事例上 決戰1218公投 就是12月18號 今天11月1號了 再過一個月再18天 就要來決定公投了 那麼相較於現在民進黨 府院黨總動員 他們說要辦100場 全台灣的施政說明會 但這說明會到底說的是真相 還是又在騙大家呢 國民黨現在羅志強 發起了耶穌凱道的活動之外 現在國民黨中央的 公投的接獎戰車也要起跑了 朱立倫說 綠營現在是用一黨之私來反攻投 是傲慢的在對抗全民的力量 民進黨 綠營 今天要對抗全民 今天只要是民眾來的偷偷反對 這表示傲慢的執政黨 傲慢的蔡政府 只知道想要對抗全民 蔡政府謙卑一點 不要對抗全民 應該要聆聽人民的聲音 為什麼阿公阿嬤要保障自己的兒女 自己的孫子大家的健康 為什麼民眾希望能夠讓公投跟大選結合在一起 讓公民權能夠發聲 讓公民權能夠保障 為什麼這些環保議題 環保團體也是當時蔡政府 蔡英文最堅持的 為什麼這些公民團體 這些環保團體要提出來 貼電大家都很害怕 停電更能夠會傷害我們整個工業的發展 產業的發展 這是民眾的聲音 我們希望蔡政府謙卑的聽到民眾的聲音 不要再以一黨之師蔡政府來對抗全民 我們沒有蔡英文的5800萬的豪華說明會 所以我們就是用我自己 還有我們辦公室的力量 來辦這個夜宿活動 民進黨跟綠營人士也不要眼紅 中文不好就好好去補中文 就跟你講夜宿了 白天本來就沒有活動 你白天跑去那邊去找人 是腦袋有問題嗎 所以去中話去到說連國字都看不懂 夜宿兩個字 夜聽懂了沒有 晚上在那邊睡覺 你白天去那邊跟我講說 你找不到人 我真的也無言以對 沒有關係民進黨金山銀山 金蛋銀蛋欺負我這個小蝦米 大金魚儘管過來 我們夜宿活動本來就是在街頭進行 凱盜有申請到就在凱盜 沒有凱盜有自由廣場 沒有自由廣場群銜樓 事實上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現在已經要準備規劃 擴大到全台灣去夜宿 禮拜六就到高雄去 禮拜天就到台南去 越打壓我們的力量越大 不要眼紅我們 你花了5800萬的豪華說明會 我們都還沒有來得及羨慕你們 幹嘛就派出側翼綠營部隊 來到處的抹黑 夜宿兩個字夜 中文好好回去學一學 然後再回來跟我講 為什麼白天沒活動 好 在這個公投案裡面 其實有四大議題 首先有一個議題跟我們息息相關 因為現在能源的議題 必須要受到大家的關注 如果一直燃煤的話 或者是接下來的天然氣 其實都會造成空污的問題 而且有關於燃煤的部分 能源的供應 可能也不是那麼穩定 所以現在大家在討論 到底要不要重啟核四 但是民進黨現在 一直在強力的說 要非核家園 而且是要來封殺年底的四大公投 我們看到副總統賴清德 他到這個公投的說明會 另外提到了有關核電的部分 他說四大公投案牽涉到台灣危機 還批評說核四廠是老拼裝車 如果重啟的話台灣會很慘 但是他沒有跟大家說明白的就是 如果我們不重啟核四的話 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有學者就擔憂了 如果2025是非核家園的話 你家的電價漲到這麼貴 你能夠接受嗎 每一戶的電費 學者出估可能會年增三萬元 一年要多花三萬元在電費上 你覺得這樣子值得嗎 在這個能源議題的部分 那麼再來 民進黨一直推給前朝的馬英九說 當年不就是你封殺的核四嗎 但是馬英九今天駁斥了 他說民進黨不要再騙了 當初的封存就是要等待適當的時機 來起風 那麼現在馬英九說 五月數次的大停電 火力發電造成的空污 核四封存就是等待適當的時機起風 現在就是這個適當的時機了 不過蔡英文主張 2025的非核家園就被炮轟了 這個再生能源擺明就是不夠 所以就有專家剛才也說了 算了一下 如果說我們要靠風力 我們靠太陽能的發電 以每一戶一家四口來算的話 一戶每一年可能要多負擔 三萬元的電費 現在藍軍也炮轟民進黨 又在搞意識形態 把原本好好的公投看民意 操作成藍綠對決 蔡政府請全力封殺重啟核四公投 但蔡英文喊出的2025非核家園 不但確定會跳票代價也不小 說好的20%再生能源現在就有6% 高達80%都得用火力發電去補 非核家園恐怕先變成用費發電的火力家園 更有專家計算 2025年若採風力發電 每度電5.6塊 每年發電時數3600小時 會比現在2.2塊發電成本要多將近700億 太陽能發電也將多980億億成本 合計1680億億 以私家之口來算 每戶平均每年就要多29234元電費 實在嚇死人 本來電費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審議機制 當然電價審議會 它會去考量各種成本的一個發展情形 那這時候去做那個預測 我覺得都是不太對 目前的電價我們10月份審議過是沒有調整 貴人說今年10月不漲卻不敢回答 以後漲不漲 經濟部說有電價平准基金補貼電價 未必直接漲家戶電價 但藍軍炮轟 平准基金還不都是百姓辛苦的納稅錢 非核家園 如今看起來就是要台灣民眾付出極高的成本 而且還不一定能夠完全達成 不要認為說一次的選票騙到之後就可以高枕無憂 當年封存核四 前總統馬英九強調重啟核四時機到 有專家就預估核電若退場 以目前封電太陽能都不夠的情況下 全台大停電恐怕不斷重演 他是要請大家用愛發電是嗎 我們看到蔡政府就是一直在畫大餅 純粹的就把這些能源轉型的這個相關議題 拿來當作意識形態的抗爭 蔡英文喊非核家園當再生能源一敞空 倒楣的恐怕不止百姓的口袋更是全民的廢 記得黃明君 李宥璇 SG小組 台北報導 想知道真相 想知道真話 最強的監督 最好的選擇 終天新聞 每天做好做滿 知識中天三步驟 按讚 留言 分享 一起成為監督的力量 大新聞大爆掛 改頭換面 為民發聲 初衷不變 監督火力無限 話題尺度不設限 勇敢站在威權對立面 10月18日起 下午2點到4點 大新聞大爆掛 全新出擊 歡迎你們來見 接下來是國際新聞時間了 今天的全球現場 欣益主播要來跟我們來做一個特報 日本發生了好恐怖 在萬聖節的時候 在電車上的無差別攻擊事件 那麼目前的最新消息為何 我們把時間交給欣益主播 我們來看這段畫面 在今天讓很多人看了真是心驚膽跳 一群又一群大約二十幾名的乘客 嚇著倉皇往前面的車廂不斷的跑 25秒的畫面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後頭的車廂 冒出了熊熊火焰 而且有人是嚇到腿軟 跑到一半就直接跌倒在地上 一陣又一陣尖叫聲當中 大概是在35秒的畫面的時候 就能看到陣陣的黑煙 不斷的從後方的車廂給竄出來 出示的是在整個整列車廂的 第五階以及第六階的 沒有多久 所有濃煙密布全部的車廂 那麼逃到前方車廂的乘客 這個時候開始有人打電話 有人已經打開車窗戶了 直接爬車窗逃生 為什麼會爬車窗逃生 這列是東京都的金王縣電車 它是屬於特級電車 本來是在不停在國嶺站 緊急停車 但是因為乘客使用 緊急手動開啟電車門 而使得電車的停車位置 和平常的位置 差了兩公尺 三公尺 整個車門是沒有辦法 對準月台門的關係 因此讓電車門沒有辦法打開 還好乘客是還可以從窗戶 逃離車廂避難 而我們再回頭來看的是 這一列從這個就是要前往 新宿的特快車 它是沒有預定要停靠在這個站 就是國嶺站的 那麼乘客在事發之後 是立刻按下了緊急通知鈕 可是卻又因為車廂裡頭 完全沒有裝監視器 導致電車人員是沒有辦法 及時看到車廂裡頭的狀況 甚至還一度因為現場太吵了 沒有辦法聽清楚 乘客的求救內容 乘客後來是直接按下應急旋鈕 才讓電車緊急停靠在 國嶺站這個地方 那麼事發這一天是萬聖節 日本很多鬧區 都是變裝群聚的民眾 而一名24歲男子 他叫做福布公太 他被募集 他也有一點身穿的是 漫威電影裡頭蝙蝠俠裡的 反派角色小丑的裝扮 搭成了這一列金王線 而且募集者說 他的整個裝扮 除了金髮戴眼鏡 還有口罩之外 他有穿綠色的襯衫 打了領帶 套裝 外頭還有紫色大衣 一名乘客向NHK表示 當時他在聽音樂 沒有想到就看到 福布公太手上拿著一把大刀 而且上頭還佔有血跡 一開始以為這是萬聖節活動 可是沒有多久就看到 其他乘客拼命都在往前逃跑 才發現原來這是真的 而嫌犯隨機攻擊之後 還冷靜的坐在車廂裡頭抽煙 並沒有逃離現場 而是在原地淡定的 在等待警察來抓他 日本警方表示 福布公太在稍早的時候 就已經坦誠犯案 而且他向警方共稱 他是要讓兩個人死亡 希望可以讓他自己求得死刑 那麼因為他持刀 一開始是從列車的最前端 直接走到第八節車廂 進行無差別攻擊 當時有一名72歲的長者 他的胸部被捅到重傷昏迷 而福布公太之後 再走回第六節車廂 潑灑不迷一體 接著拿打火機直接燒座椅 那麼濃煙就開始 往車廂兩側給飄去 造成當時有一名中學生 在內一共16人 因為吸入了濃煙而嗆傷 日本警方表示 福布公太他是來自於福岡 7月才剛剛搬到東京 而整個犯案過程疑似 是參考8月才發生過的 東京小田極限的隨機砍人事件 當時這起事件造成食人重傷 因此日本國土交通省最新宣布 即8月小田極限事件 兩個月之後再發生電車事件 那麼全國鐵路營運單位 就必須要趕快加強 車站內的巡邏 同時也要貫徹車廂裡頭的狀況監控 比方說一定要安裝上監視器 或者是上車來採取預防措施 那麼日本警方也在趕到 國嶺站這個站的現場的時候 直接制服了福布公太 同時要求他丟棄刀刃 沒有想到他當時是聽話照辦 最後在制服之後 是以涉嫌殺人未遂的罪名 直接將他逮捕 醒完中天 有指國際新聞的朋友們請注意 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了 邀請您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一起來支持林佳元主持的 國際直球對決全球大視野節目 徐甫的前進戰略高地 以及漢堡主播鄭義貞的 正妹看世界 國際新聞評論最佳品牌在中天 請立刻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全華人動起來 準時點名囉 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員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 2 3 訂閱按讚加會員 把連結分享出去 讓更多的好朋友看見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線 好 感謝我們的寶寶們 跟我們斗內議員 記得中午今天新聞 午報很需要大家 再幫我們沖一波 連結分享出去 然後檢查一下 大家都按讚了嗎 感謝我們的FSC和尚 蔡雅芳 我是火星人 MMTB303 幫我按個讚 方鈞生 寶寶的留言 斗內 蔡同學還在裝睡 叫不醒的 謙卑兩個字 不適用在她的身上 恭喜你 上個禮拜六 剛打完BNT的第一季 好 一定要多喝水 然後多休息 今天下午5點鐘 直播線上見 有正面看世界 還有謝謝我們的 許鴻圖寶寶 許鴻圖寶寶的 斗內應援 迎接逸禎主播 四個公投的同意票 台灣加油 也感謝我們路過小小漢堡 再次的斗內應援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謝謝你們在YT給我們斗內應援 另外還有一個方式 可以100%的支持中天 就是到我們的 綠界斗內 掃QR Code 跟我一起掃QR Code 可以來斗內我們 另外也在我們的置頂連結的部分 深藍色的連結 點一下去會看到一個 綠界的超連結 點進去可以刷信用卡 然後也可以ATM的斗內 或者是超商繳款都是沒問題的 當然也可以留言斗內了 這個留言會在我們的直播的 畫面最下方的跑馬燈可以看到 不論你用什麼方式 應援週天 我們都非常感謝 持續回到我們的新聞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大小市 這個屏東一名女駕駛 去年12月的時候 開車在國道3號 結果沒有打方向燈 就被檢舉了 事後她說 連續收到兩張罰單 一張要罰3000 但是她發現 這兩次的違規才隔400公尺 但警方認為 那就不是同一個地點合理開罰 但是法官不這麼認為 因為法官認為說 這相隔不到6公里的距離 你開罰兩次 不符合比例原則 讓女駕駛撤銷了罰單 銀色小交車 國道上切來切去 都沒打方向燈 違規是有次開罰57000 還有這輛橘色小客車 也是國道上遊移 變換車道不打方向燈 駕駛連吃12張罰單 共罰36000 被連續檢舉都得付出 慘痛代價 但屏東一名女駕駛 提告車單 結果省返轉 省下3000元 當事人去年12月 行駛國道3號分別被檢舉 在國三南下429.9K 變換車道沒打方向燈 430.3K下交流道 打錯方向燈 一張3000 相隔才400公尺 就罰她6000 讓她不服提出行政訴訟 評論地院法官審理後認為 兩次開罰距離不到6公里 違反比例原則 判女駕駛第二張免罰 只罰3000 400公尺這樣子太嚴苛啦 應該罰一張也可以 但是400公尺而已 有的時候開車也是會恍生一下 過了才想到說要打方向燈 警方認為女駕駛違規的行為 跟地點不同 連罰沒問題 但一般民眾恐怕也覺得 才400公尺就罰兩張 得繳6000太嚴苛 也難怪女駕駛會告上法院 要求車單 最後勝訴成功替自己審核包 記者當初 話評論報導 如果可以再賴床一下下 有多好 尤其現在天氣變冷了 在高雄的小朋友 還真的有機會 讓你多賴床15分鐘睡飽一點 這是在高雄的新上國小 11月1號開始要示範 延後15分鐘上學 一來希望學生睡飽一點 二來因為學校門口外面 正好有輕軌的施工 所以順便紓解一下 交通的擁塞 所以原本是7點25分 要到學校改成7點40 差這15分鐘到底差多少 小朋友們其實8點前上學就好了 只是有的爸媽因為要上班 也沒辦法 7點25就得把小孩送到學校去了 一圖拉庫家長從對面騎機車 載孩子準時壓線 8點到校實在好險好險 他這有點遲到是不是 對 有一點明天會改進 你這才有一分鐘 你比較衝進來 有緊張嗎 明明學校試辦讓學生晚點上學 還是有人差點來不及 高雄市新上國小11月1號開始 試辦把上學時間 從7點25到45分 延後到8點前到校 用意讓學生多睡15分 但對部分家長來說很無感 我知道啊 你知道啊 我們要上班沒辦法 也沒差 因為我們是固定的啦 他就叫固定的那個生活 我們知道那是因為球隊的作息 還有我們自己上班的時間 還是照原來的時間上課 還是有不少學生7點45前被家長送到校 不是因為爸媽趕上班 就是不想改變作息 找到的學生不能找進教室 得統一集中中庭 老師堪緊緊35分之後再進教室 我們有65%的家長 贊同新的措施 大概1%的家長啊 他覺得可以維持原來的一個就義啊 延後15分就上學 家長反應不一 校方一來希望跟其他學校錯開時間 疏導因為輕軌而庸色的交通 而來要讓孩子上學更從容 規劃失敗兩個月後再評估 儘管校方用意良善 但對感覺通勤的家長來說 似乎沒太大意義 記者蔡榮遜 杜映傑高雄報導 在新竹一對夫妻到飲料店 要去買飲料 結果沒戴口罩 店員就跟她說 不好意思 口罩要戴好 結果這一對夫妻 不滿店員的態度 瞬間就開始生氣動怒了 拍桌子嗆聲之外 雙方就開始吵起來 吵到最後打電話報警 那麼這一對夫妻 買飲料不理防疫規定 不止飲料沒有喝成 還可能面臨 衛生局的懲處 疫情在減緩 你自己都知道 黑衣男子站在飲料店門口 就叫店員大聲嗆聲 店家也不甘示弱反擊 口罩還是要戴 你也戴 我們進來 你可以好好跟我講 講完 我們沒 你也進來 買飲料爆發口罩 雙方談不攏 越吵越激烈 我自己報警 我們先報了 我自己報警 來來來 事情就發生在新竹西大陸名副街口 31號晚近10點左右 一對夫妻沒戴口罩到飲料店買飲料 店員見狀呵斥 請戴好 不戴好不要進來 雙方引發口角糾紛 事後夫妻在臉書抱怨控訴 忘記戴口罩真的有必要那麼大聲嗎 尤其是疫情已經趨緩 轉換突然變很大 生氣惡言相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那我們不賣你了 他就大爆發 整個一直拍桌罵 然後持續到警察來為止 警方到場處理規券後 向沒戴好口罩的夫妻表示 若覺得員工對顧客不禮貌 可以打給總公司申訴 不過儘管疫情稍稍趨緩 但全國人維持二級警戒 外出人需要戴好口罩 買個飲料意外尿衝突 最後不僅喝不到飲料 還有可能因口罩未戴好 遭衛生局裁儲開罰 3000到15000元罰還 記者和孟謙彭新美新竹報導 再次登上新聞版面的 王必勝的桃色風波 被爆出說疑似是跟 小15歲的林姓護理師 有一段婚外情 還生下了一位女兒 那麼王必勝上個禮拜 已經發臉書道歉 來期待家人的諒解 但是現在持續的延燒 因為這位林姓女子 她告訴媒體說 她之前被釣魚聊天 她還說這個假帳號 真的讓她覺得很可怕 曾經說沒有一個月拿6萬塊錢 也沒有老公 沒有人陪她吃飯 但是現在大家關注的是 這位林姓護理師的媽媽 在幾個月前曾經確診 所以林姓女子 她們一家人都隔離 那麼在隔離期間 有沒有跟王必勝見到面呢 好 指揮中心 今天做出回應了 說王必勝沒有在可傳染其接觸 確診者 至於到底這個小孩是誰的 王必勝之前強調說 這是對方的前男友的小孩 否認說是她的小孩 只是在網路上 最近PTT也很多人在討論 就有一名女子出來爆料 大家也在質疑她的身分會不會是 這位護理師前男友的姐姐 她就嗆說 那敢不敢拿檢體來驗DNA 就可以知道這個小孩 到底是誰的了 那麼現在 其實大家關注的還是 有關確診的情況之下 全家人被隔離的情況之下 王必勝到底跟這名女子 有沒有過接觸呢 那麼指揮中心做出回應了 但是外界還是質疑說 這個疫調有沒有破口呢 大家到底有沒有真的都說了實話呢 在疫區作證指揮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必勝 被封為疫情拆彈專家 如今捲住部輪鏈 未爆彈卻拆都拆不完 被控外遇的靈性護理師媒體再爆料 母親曾確診展疫 同住一家都被狂烈 王必勝恐怕也有接觸 短短一個月與女方密會九次 王必勝進出靈性女子家中 熟門熟路 被爆出先前可能違反防疫規定 指揮中心連忙背書 說她沒有在可傳染期 接觸確診者 護理師一家隔離期間也沒見面 但這樣的說法難道是當時早有疫調 緋聞對象家人燃疫時 到底有沒有調查清楚 還是大官就有特權 外界物理看花 但王必勝身兼指揮中心重任 疫調不確實 恐怕指揮中心也可能被攻破淪陷 當初王必勝被爆料 和小三外遇生女第一時間否認到底 卻頻頻被網友抓包 女方照片中的那個她 就是王必勝本人 為了撇清婚外情能騙妻子 但有沒有可能也騙過疫調 恐怕只有王必勝最清楚 防疫拆彈 疫情救援王 現在扯出原來早有靈性女子一家 提供實戰經驗 這下不論風暴持續浮上檯面 就綜合不動 中天新聞 人民火大 call in專線 每天下午4點5點 一放call in 聽你說 電話02-6600-0000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人體的膠原蛋白 會隨著年紀增長而降低 25歲以上 膠原蛋白就會開始流失 而膠原蛋白的減少是肌膚 或關節老化的因素之一 膠原蛋白大多出現在皮膚 骨骼 肌械 關節 血管的結地組織 保養的關鍵在於 適時補充膠原蛋白 增加富含蛋白質的魚類 肉品的飲食 也可以選擇 JVITA 法國金膠原微分子生態做輔助 在季節轉換的時候 為所有女性補充肌膚流失的養分 也是保養自己的最好時機 找回年輕潤潭光澤 青春保養唯一指名 高純度 小分子無腥味的需求 法國金膠原蛋白生態 兩核超值組4680元 請掃描中天指定電商 快點購QR Code 立即享好康 民間團體反萊豬大眾走聯盟 今天早上到監察院去 遞交了一份陳情書 這陳情書主要是指控蔡政府 毒質損害了民眾的健康 那麼聯盟的召集人陳思宇質疑說 開放萊豬進口10個月 這個豬肉儀表板 跟進出口海關的這個數據 根本就對不起來 這個數字到底是真是假呢 有認真在做回報嗎 反萊豬醫師蘇偉碩 則反回應說 只要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 就是毒豬 現在只用這個數據來管理 人民的健康誰幫我們把關 針對今年1月開始 蘇貞昌院長大辣辣的有宣布了說 這個豬肉儀表板要公開透明 所有的資訊讓民眾可以吃得安心 可以查到公開的資訊 但是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我現在從財政部官務署的 進出口海關統計 以及衛福部的這個豬肉儀表板上面 我們去把7月 今年7月跟8月的數字 做了一個統整 那因為這兩個部分的資料的單位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通常直接把它轉換成公斤 來做計算 在這裡面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7月8月這兩個資料的數據 居然是對不起來的 這兩個數據是對不起來的 當然我們把所有的貨號 完整的整列了一次 如果扣除掉有疑慮 兩個貨號 這兩個數字還是對不起來 那到底是為什麼 這些豬肉跑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大家又吃下肚了 殘留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就是有毒的豬肉 那有毒的豬肉 我們現在卻只用這樣子的 一個總體的數據來做管理 我想其實消費者看到這個數據 會非常擔心 但是我們更擔心的是 這些數字統計的背後 到底進入我們台灣境內 這些豬肉到底流向何方 變成什麼樣子的一個食品 讓我們哪些國民會吃到 這樣子的一個食品安全跟安心的部分 本來就是政府的責任 好 有關於要讓大家更重視到這個公投 以及這公投的議題 所以現在國民黨 也提出了一個夜宿凱道的 一個這麼樣的活動 讓大家每一天都可以關注到 到底為什麼他們要夜宿凱道 好 但是只是現在 好像遇到了一些難關了 因為陸權只被核准11月1號 2號 也就是今天跟明天 那麼接下來11月13號 14號 又因為碰到了有路跑的活動 所以這個夜宿幾乎是確定中斷的 那麼羅志強昨天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也表示了 他們跟北市府有做協調 也不要佔用馬路太長的時間 所以接下來改什麼方式繼續拚 國民黨留三個人在凱道 繼續留守 然後夜宿的部分改稅在人行道 只是現在公投吹票 藍綠兩黨都出招 國民黨現在就是啟動一個 受到大家關注焦點的這個吹票 昨天是萬聖節 趙少康跟游淑慧等人 還有鄭兆欣 在晚上在凱達格蘭大道上 玩這個魷魚遊戲 但是民進黨是砸了大錢 全台灣要舉辦100場的宣講 這個預算大約是5800萬 但是在昨天進行到第二天 似乎就提到鐵板了 有民間團體在場外抗議 痛批現代的蔡政府 是用仇恨的語言來製造 社會對立也扭曲了公投的本意 1218拚公投 當前最火紅的魷魚遊戲 在凱道真實上演 123木頭人變成1218拚公投 國民黨啟動花式催票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 在萬聖節晚間大玩魷魚遊戲 帶領四大公投闖關 他痛批民進黨正式做不好 又不敢辯論 你如果把你的正式搞好 就不會有這麼多 煩你的公投 有這麼多煩你的公投 就表示你的正式沒做好 民進黨現在怕好處不敢辯論 只願意發表政見 那有什麼意思嗎 當然辯論好嘛 他現在不敢辯論 然後就搞幾百場 在那邊宣導 民進黨砸大錢 要辦300場說明會反公投 民間團體看不下去 直接上門踢館 場外抗議拒絕吞萊豬 破壞藻礁 反對蔡政府的壓霸執政 從蔡總統 賴副總統 蘇貞昌院長 卻是以競選的語言 仇恨的語言 甚至鼓動民眾的對立 那這個不是公民投票的本意 在野黨敢看 民進黨是不是早就過慣了 吃香喝辣的日子 忘記街頭的滋味 非常豪華的說明會的說明場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那麼多國家資源 國家子彈去打 府院黨聯手總統領軍 大陣仗砸下了5800萬 將舉行300場說明會 反觀國民黨則是由議員羅志強 向友人商界150萬 才籌到凱道保證金 要花5800萬做大內宣 他們就是不敢啟動一場經證會 同樣身為在野黨主席的柯文哲 也痛批民進黨自打臉 破壞藻礁來求能源穩定 根本說不通 民怨到底有多深 1218就會揭曉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好 謝謝大家的斗內應援 我們現在子頻 再擦一點點 再沖一點點好不好 讓我看一道我們的子頻破萬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林津濤 謝謝我們的網民Package Jef王剛點到名的朋友 趕快幫我們把連結分享出去 聊天室感謝大家的斗內 李一賢寶寶感謝你的斗內 接下來讓我工商服務一下 我知道到了冬天 很多人都有這個困擾 睡不好之外 半夜又一直想起來 可能會一直覺得 我明明沒有喝很多水 為什麼一直想要上洗手間 這可能跟你的睡眠障礙有關係 那我們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睡眠 可以一覺到天亮呢 今天來推薦大家 你試試看 一天睡眠 要睡滿8小時 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 但實際遇到狀況 真的讓人無法好好入睡 就是晚上會起來尿尿 那這個問題其實困擾我很久 在晚上的時候就不太敢喝水 因為會起來尿尿 葉姊平尿讓黃小姐20年來 睡眠時間總被切得斷斷續續的 她嘗試過運動跟中醫改善 總醫養師她推薦我吃這個封膠 我回去試了之後 我發現我居然可以晚上睡覺 不要起來上廁所 相對精神是比較好的 人的睡眠週期 從清醒到快速動眼睡眠 一直到淺層深層睡眠 不斷循環 最後會逐漸清醒 但如果反覆起床再睡覺 身體根本還沒準備起來 反而一直準備入睡 只會讓你比原本的還累 一旦你一直是失眠 你的這個皮質就會降不下來 所以你的身體就一直處於 一個發炎的狀態 可能就會山高 你血脂肪就會高起來 那可能就是你的 你可能就是會有焦慮的問題 然後可能這個 腦子因為沒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就容易時間拖久就容易憂鬱 封膠它是對於免疫力 還有一些抗菌殺菌 有很好的效果 同時它也可以活化我們的腦細胞 對於我們提升睡眠品質 還有幫助我們進入深層睡眠 然後讓我們睡醒之後的 這個精神變得非常非常的好 仍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在睡眠中度過 睡得好不好 也跟生活品質緩緩緩相扣 若有充足睡眠 大腦功能和身體狀況發揮更好 遠離疾病風險 好 再來看到有一些房子 真的讓大家覺得很危險 高雄最危險的海沙屋 告訴大家這個地址在 仁愛河濱商城 那麼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公告說 一個月之內要火速的拆樓 那麼125戶的住戶該怎麼辦呢 大樓裡頭現在只能用殘破不堪來形容 水泥塊掉得亂七八糟 很多地方都看到鋼筋了 當然是有居住安全上的疑慮 拖了好久的都庚 現在終於才確定 那麼市府雖然說有搬家跟租屋的補助 但有住戶說這個公告也太倉促了吧 讓他們搬家搬得有點措手不及 走進大樓地下市一片黑漆漆 水泥快掉落 鋼筋裸露 兩柱遭秀石損壞 住在這裡超危險 仍愛河濱商城 更被檢驗出是海沙屋 市府公告一月起 限期一個月內拆除 152戶住戶受到影響 市府設置都更租房服務站 還幫忙住戶找房租屋 提供六個月租金和兩個月押金 但住戶也抱怨公告太倉促 太快了 是一個困擾 這不是錢的問題 是一個困擾你知道嗎 老人他沒辦法揹樓梯 我們要去做什麼 會覺得說這樣好像有點太衝突 是大家都有那個疑慮 有點準備不充足 屋齡40年的海沙屋拖了好久 總算等到都庚 但也讓外界質疑 是不是因為城中城惡禍 加速圍樓整建 更公告一個月 或速拆樓 除了和平商城 包括中都戲院 那包括城中城 假如涉及公安的部分 那我們就會立刻拆除 市府為了居住安全 125戶住戶 短時間被迫搬家 雖然有租屋和搬家補助 但公告這麼臨時 更要求一個月內搬離 讓住戶措手不及 市府這回都更強制執行 恐怕是城中城奪46命 給了一劑深刻教訓 這鄧銘 高雄報導 好 再來關注 一起不幸的火警意外 發生在南投竹山 這是一戶的透天錯 發生了大火 這個火勢一路是從屋內的 一樓開始延燒 那麼66歲的張姓屋主 一度受困屋內 屋主的太太有及時逃出火場 然後打電話給女兒 求救 只是女兒趕到現場的時候 為了要救 受困在房子裡的老父親 自己也嗆傷 那麼屋主被發現的時候 人已經嗆暈了 全身超過50%的燒燙傷 送禮急救之後 依然傷重不治 名站一樓起火燃燒 消防隊員兵紛多路 拉水線衝進屋內滅火 客廳起火 農煙密布 屋主沒逃出來 受困在裡頭 消防隊員搶時間進入搜索 發現66歲張姓屋主 被農煙嗆暈 全身50%燒躺傷 送一搶救 傷重不治 救護車抵達現場 屋主太太在女兒的摻扶下 幸運逃離火場 想到老伴葬身火哭 忍不住 悲從中來 屋主女兒說 自己沒有與父母同住 火警發生當下 接到媽媽電話 說家裡起火了 剛好人就住在附近 立刻衝回家 但無奈還是晚了一步 有一名屋主已經逃出來 然後跟他的女兒從外部 用鑰匙先把門打開 讓我們進去 這場火警起火點疑似在一樓 可能是電線走火釀貨 儘管女兒趕回家搶救 但沒能將父親救出火場 因此喪命 記者曾偉祥 許玉文彭馨 南投報導 好 我們持續來關注 這一把大火燒出了 在高雄的偽老建築 10月14號發生 城中城的大火 造成了46人不幸罹難 43人受傷 在10月29號 調查報告已經出爐了 但陳其邁說 對於這個報告當中 執行不夠積極 行政管理有缺失的部分 他說會公佈在公務局 跟消防局的懲處 我會承擔所有的責難 好 對於高雄市的大家講 這麼說 我會承擔所有的責難 但是他到底承擔了什麼 對於消防局 對於公務局 單位沒有執行公務積極的部分 被究責了 但是對於督導高官 是否有失職這件事情 這個究責怎麼樣都救不到 陳其邁的身上 現在藍營也諷刺 似乎劇本早就寫好 只是不能偷看 現在兩位局長已經下台了 那麼藍營也怒轟 陳其邁超完美的切割 根本就沒有負起政治責任 要求陳其邁應該要自行停職 接受調查 能夠維護民眾在住的安全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責任 我們也會責無旁貸 希望說能夠加速進行 那在今天我們也會公布 根據調查報告裡面所提到的 這些不管是在執行碰到困難 執行的這個不夠積極的部分 或者是在行政管有缺失的部分 我們在今天的公務局跟消防局 都在進行這個考機會的會議 在中午左右 我們就會公布懲處的名單 那所有的責難 我都會承擔 好 陳美亞也提出質疑了 兩位局長下台 住戶也自己有責任 結果就是陳其邁沒責任 這就是冷血渣男的行徑 陳其邁應該要自請停職 接受調查 高雄市議員黃紹婷也表示 這個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就是陳菊時代氣爆的御用律師 林榮青 長消防公安 然後又擔任副召集人 這不就叫做求援兼裁判嗎 現在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聯合了高雄市議會的黨團 今天早上召開了一場記者會 指控高雄市長陳其邁 對於整起城中城的大火 調查報告出爐 結果現在讓大家覺得難以接受 為什麼兩位局長都下台 包括了消防局長的部分 還有公務局長的部分 都已經請辭下台了 但是陳其邁 完全沒有任何的責任嗎 甚至連調查報告的記者會 都沒有出席 陳其邁市長 一向是卓氏清飛 黑龍世道 也就是說寬以律己也以待人 這一份就是市政府拿來卸責 陳其邁市長 你在當立委的時候 你都說是別人的責任 現在你當了市長 你又還是別人的責任 現在你只讓兩位局長下台 甚至這報告當中還指出來說是 住戶自己有責任 但是就是陳其邁沒有責任 你這樣的做法 簡直就是冷血 無情 渣男的行徑 完全甩鍋 完全卸責 完全逃避 以該負起的所有政治責任 當初你講說 市長應該停職接受調查 我們要求你 自請停職接受調查 千錯萬錯 都是別人的錯 你等級別 第一時間口口聲聲說 你要負完全的責任 現在這樣的行徑 是不是 像人家說的 這三名不好意思 今天真正是不好意思 行政報告裡面的副召集人 林青龍副市長 早在10月14號 城中城的大火當天 林青龍副市長 掌管消防公安公務的副市長 就該下台負責 但是陳其邁市長 卻讓林青龍副市長 擔任這一場火災的 行政調查報告的副召集人 所以這是一場 求援兼裁判的卸責報告 凡是重大的公安事件發生 都有三種責任必須要負擔 一個是政治責任 一個是行政責任 另外一個就是法律責任 那我們看到這兩位局長下台 他們負起的是行政責任 那至於政治責任 那陳其邁市長 您說過 該面對的責任 您不會逃避 這件事情高雄陳中城大火 和陳其邁市長都沒有相關嗎 他是這個案子裡頭的 沒有相關的人和事嗎 蘇貞昌院長 你什麼時候要移送陳其邁 送到監察院去調查 雖然國民黨已經直接去告發 但是院長您必須要有態度 游錫坤可以為巴掌西下台負責 林佳龍可以為太魯閣事件下台負責 陳其邁市長 您呢 身為男子和大丈夫 我要在這裡勸你 最多大部駕 要公會教做的 陳其邁 請負起政治責任下台 陳其邁 請負起政治責任下台 人一天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在睡覺 而睡覺對我們的影響有五點 消除疲勞 保護大腦 鞏固記憶 調節內臟功能 提高機體免疫力 想要提升睡眠品質 Javita全能封膠圍倒農村膠囊來幫你 這是由台灣在地小農嚴選生產 具有調節生理機能 以及黑大蒜元素滋補強生 擁有好的睡眠品質 對人體的調節機能 也會有好的效果 保健自己 從睡眠開始 午安 大家好 1300不是要大家假罷尾 正式宣告再過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要告別2021 迎接2022了 首先大家加1來幫我簽到一下 告訴我2022你有什麼樣的新期許呢 好 感謝大家持續的 來到我們中天應援 接下來記得置頂連結 來幫我們點一下 飛到我們的中天電視 我們的子頻到來 在這邊給我們的應援 會給中天給一貞大大的加分 首先1300再次點名 謝謝Morphis 劉 謝謝Peggy H 陳咪咪喵 好久沒有點到你 還有我們的N10 凱隨遇而安 以及我們的NOGEN 感謝大家持續應援 多留言 我就會比較常看到 就比較容易點到名 再來感謝路過的小小漢堡 這個打廣告我喜歡 很有創意 不好意思我也要打一下廣告 Facebook搜尋主播 新聞主播鄭義貞 IG搜尋主播 幫我記得按讚追蹤起來 接下來我們持續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公投 在萊豬的議題方面 民進黨現在怎麼騙呢 現在民進黨把它操作成 如果我們進萊豬 台灣怎麼加入 怎麼參加CPTPP 然後不只蘇貞昌在騙 賴清德怎麼騙大家 如果禁止含萊劑的美豬進口 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 台灣沒有辦法參加CPTPP 等於民進黨就是這樣 口徑一致想好了一個點 就往那邊打 但是各位千萬不要被騙了 因為一講到說 我們沒有辦法加入國際組織 我知道很多人會怕 我們台灣是不是走不出去了 但是各位 我們已經開放了美豬到現在 請問美國有跟我們簽FTA嗎 我們有得到什麼進軍國際的 更實質的機會嗎 答案是沒有 而且再來看所謂的CPTPP 其實原本叫做TPP 但是美國川普他就說 我覺得這個對我美國沒什麼利益 所以他們就退出了 川普說退就退 然後拜登上任之後 現在他們又想要加入了 所以告訴大家 現在的CPTPP裡面 根本就沒有美國 來看到田芳倫臉書 也做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梗圖 請不要再騙完神明 又騙人民了 萊豬美豬跟CPTPP 真的有直接的關聯嗎 告訴各位 真的不是這樣 我們再來看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他說請問蔡英文 台灣豬是否可變台灣萊豬 如果不開放台灣萊豬 為何要大家吃萊豬 而且現在大家要反對的 並不是美豬 要反的是萊豬 但是民進黨一直在操作 讓大家搞得好像很混亂 甚至有很多人可能看到了 進萊豬我們就不能參加國際組織 於是心中可能就有所動搖了 民進黨為了要阻擋1218 反萊豬公投過關 因為這個議題是全民最有感的 所以現在他們的操作方式 把在野黨操作成是在野黨 就是說國民黨在反美豬 但是現在民間團體也怒轟 萊豬跟美豬完全不一樣 請民進黨不要再騙了 藍軍們化身熱門韓劇 魷魚遊戲的主角 在凱刀上大玩123木頭人 要立平1218四大公投過關 反萊豬公投民進黨 硬把反萊豬說成反美豬 民間痛批根本是睜眼說瞎話 想騙百姓 公投主文裡面 都不會看到美國兩個字 我們進口美豬已經20多年了 把它抹黑成反美豬的公投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惡劣 而且低級的政治騙數 藍軍大罵萊豬在美國只佔不到20% 台灣卻硬要去吃這種少數萊豬 連美國AIT大官都只敢說自己吃一般美豬 不敢說自己愛吃萊豬 但是台灣人很愛吃 萊克多巴胺特別容易殘留在臟氣 台灣到現在都還把萊劑當成禁藥 連販賣或是餵豬都要被判刑 民團嗆如果萊豬真的沒問題 為何蔡政府完全不准餵台灣豬吃萊劑 人不如豬的現象 就是台灣豬是不可以吃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豬也有80%是不吃萊克多巴胺的 結果台灣人民在政府的強迫下 卻有風險吃到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把反萊豬硬講成反美豬 民進黨為了護航萊豬 把所有美豬全脫下水 萊劑有多可怕 蔡政府難道以為百姓會 全忘光 那麼最近美麗島電子報 他們也做了一份最新的民調 有關於誰最適合擔任下一屆的總統 來前兩名的比數比較接近 包含了賴清德25.5% 侯友宜23% 柯文哲第三名 朱立倫第四名 鄭文燦掉到第五名 他的民調支持度只有6.4% 怎麼樣來分析這一份民調 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吳子佳他說 現在民進黨在推 公投這100場的演講 蘇貞昌還出招 把這公投搞成藍綠對決 原來為的就是他自己的 隔魁保衛戰 另外前例委郭正亮也分析 他說原本鄭文燦的民調 跟賴清德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因為疫情沒有守好 懦富特案3加11的破口才會下降 那麼講到了四大公投案 他認為這是民進黨的回力標 就是實話實說 不要動不動就一直在扯國民黨 現在民進黨的公投 蔡英文已經下了指令了 要強打的四個不同意 那麼現在國民黨是四個同意 就是民意 賴清德把公投還牽扯到說 是涉及到台灣危機 現在國民黨也怒轟說 不要一直只會賣芒果乾 一直只會喊抗中保台 只是現在總統副總統 把這公投的議題升級為政治的藍綠對立 對於人民來說恐怕沒有人得到好處 那麼民進黨立委陳廷飛 甚至還諷刺國民黨 夜宿凱盜宣傳公投活動 看你們能撐多久 民進黨 從2020因為打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 然後販賣芒果乾成功以後 就覺得這一招是可以屢視不爽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在中二選區 罷免陳柏威的案子 3Q這個案子裡頭 抗中保台的效果 這個牌的效果已經越來越差了 這個是其實是非常明顯的 這個民進黨就是一直你看 現在沒有能力 基本上他主張抗中保台抹紅這個 把這個大家抹紅成中共同路人 是不是在3Q的這個過程中 那個罷免的過程中 你看後來不是有77899位出來贊成3Q嗎 贊成罷免陳柏惟嗎 那民進黨是不是要說 這台灣在那個晚上 那個星期六晚上 10月23號晚上 又多了77899個中共同路人了嗎 不要把民生議題 這些是民生 人員 食安的議題 一直跟這些意識形態的議題混在一起 我們看到民進黨最常做的就是這樣子 蔡英文口口聲聲說 公共政策的討論 不要加入意識形態 這個才是他不久前說過的話 那隔不到一周他就打臉自己 把這些是公共政策的議題 不管藻礁永存也好 不管萊豬這個食安議題也好 不管這個人員 合適的人員政策也好 他們主動的就把這些議題 變成意識形態議題 這個公共議題對於執政黨來講 他們應該是理虧的 所以他們不希望透過辯論 去釐清公共議題的一個內涵 而是直接把它升高 變成一個藍綠的對決 反正就不管道理是非了 都不管就直接變成藍綠對決 所以我覺得這是執政黨 其實很不應該的地方 尤其以總統之尊 副總統之尊 他們直接跳進來 就是把整個公共議題 導成了一個藍綠對決的 政治對立的事件 那麼我覺得這樣子的總統 他真的失去他的格調跟高度 國民黨你們可以撐多久 到底是撐一天 還是撐一個禮拜 還是撐一個月 但是沒有想到真的只有撐一天 一天之後 然後就是小貓兩三隻 只剩羅智強一個人 所以似乎大家都跑掉了 那跑掉了 這就是戰鬥欄的一個狀態 跟形勢嗎 我不瞭解 這可能要問朱立倫比較清楚 反萊豬的這個議題 蘇貞昌甚至說 反萊豬我們就不能加CPTPP 立委鄭立文說 政府就是最大的假訊息中心 現在不但是用騙的 可能還語帶著有一點威脅 反對藻礁的話 我們可能會沒電可以用 這些說法都出來了 是不是叫做 政府在恐嚇人民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只強調說 全力拚 公投不統一 在這個泰價或結果 或是豬肉價格的部分 有沒有感受到這個 就是慢慢漲價的狀態 有收到那種訊息 其實從去年COVID-19的時候 總統跟院長要求農委會 一個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穩定供應所有國內的消費者 所需要的農產品 我們幾乎每個月都在盤點 這一次有關可能的同膨 對我們所有的農產品價格影響 在這裡跟所有的消費者報告 米的價格絕對非常穩定 那我們現在進入冬天 是我們蔬菜的這樣的一個盛產期 也絕對沒問題 那我們比較關心的是我們的續產 跟我們的漁產 其實我們的豬肉都是在綠燈區 現在批花價格都維持在7500多塊上下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肉雞土雞的批花市場 過去這一個月幾乎非常的穩定 雞蛋也是一樣 所以請所有的消費者踴躍的購買我們的農產品 那我們平常假日就都在跑行程 所以可以在10月18公投之前 我們很樂意的把我們的政策 跟所有全國的民眾跟農民來做說明 所以這個完全都不會有問題 蘇貞昌是講說如果萊豬不進口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加入CPTPP 我覺得蘇貞昌所領導的行政院 就是全台灣最大的假消息散佈中心 從以前不是萊牛硬要給人家抹黑栽贓 說我們的冠軍牛肉麵是萊牛 現在吃萊豬跟參加CPTPP根本沒有一點關係 美國早就退出TPP 所以才改名叫CPTPP 裡面根本就沒有美國哪來的美豬 哪來的萊豬議題呢 不要再騙了好不好 而且去年一整年 講了半天說要吃萊豬 根本我們連參加都沒參加 根本去報名都沒報名 等到人家大陸搶先在我們前面去報名了以後 才很緊張的才慌慌張張張的說 我們也要去報名 你從頭到尾都在騙人嘛 你講了這麼多年說我們要參加CPTPP 你根本連去報名去排隊報名都沒有 連去掛號都沒有 然後現在又硬扯萊豬 不是萊豬吧 你講錯了吧 是核食吧 是核食吃了以後才能參加CPTPP吧 你有沒有搞錯了 大家在護藻礁護食安的這一塊部分 我相信這是全民共識 但是民進黨就把它講成說 如果你沒有全部打叉叉 那台灣就會不安全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不要這樣恐嚇老百姓 再講一遍 公投他沒有選人 他也不選黨 他是就議題來討論 所以議題來討論 應該是跟民眾面邊一面的溝通 好 謝謝方先生寶寶 我就知道你上課最認真了 綠黨一直在模糊焦點 我們反的是有來劑的美豬 卻說成是反美豬 真的是很無恥 而且美國早就不是CPTPP的會員國了 政府難道連這個都不知道嗎 1218 請投下四個同意教訓政府嗎 謝謝我們方先生寶寶的再一次斗內 好 的確呢 現在大家人手一支手機 說搭電車的時候 都沒有關注一下到底旁邊的人在做什麼 從今天開始我們一起改變一下好不好 不論是搭公車或者是搭電車 一定要隨時看一下 旁邊的人有沒有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我們來看一下在日本 就在昨天萬聖節的晚上 發生了一起隨機無差別的攻擊事件 24歲的這名男子 他穿著蝙蝠俠小丑裝 當時大家都以為萬聖節在Cosplay 不以為意 但沒想到他手裡居然拿著刀 然後就開始在電車裡頭攻擊乘客 最後造成了17個人受傷 其中有一名70多歲的男性 因為被刺傷了 傷勢比較嚴重 一度的失去意識 當時他手上拿著刀都是血 很多人還以為 這是萬聖節的特別活動嗎 後來他就點火開始燒車廂 大家才驚覺大事不妙了 全部的人趕快逃 而這名涉嫌犯案的男子 他今年才24歲 到底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且在犯案之後 他居然很悠閒的 在車廂裡頭翹著腳 他在抽煙 然後發出詭異的笑 冷靜的坐在那邊 擺明了就是等警方要來抓 也跟旁邊 大家瘋狂的在逃難 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在當時因為電車 有人拉下了緊急的停止按鈕 所以列車當時是沒有對到 這個開門的位置 當時沒有辦法開門 所以大家就把這個窗戶 給打開了 坐的人是從窗戶裡面 爬窗來逃命的 造成了17傷 一人昏迷 警方說這名嫌犯告訴他們 他如果再殺至少兩個人 他就可以實現 被判死刑的願望 甚至還說 他這次的犯案手法 是模擬參考了在今年8月份 東京的電車小田級事件的 隨機砍人案 神科在車廂內尖叫狂奔 不論男女老少臉上滿是驚恐 突然後方一陣爆炸聲響 立刻火光四射 不斷冒出黑夜 瀰漫整個車廂 民眾驚恐呼救四處逃窜 列車緊急停車之後 更是等不及車門打開 直接從車窗爬出去逃生 場面混亂驚悚 大多人來了 只要逃走 就不覺得逃走 什麼事 想想的話 就像中程度的聲音 燈和煙燈 日本東京電車金王縣 週日萬聖節晚間8點左右 驚傳隨機砍人事件 24歲嫌犯福不公泰 穿著紫色西裝外套 搭配綠色背心 模仿蝙蝠俠電影中小丑的服裝 無預警拿出刀子 冷血的向乘客揮砍 甚至在座椅上撒了汽油 營火點燃 可怕的是嫌犯行兇後 翹著二郎腿 在電車內悠哉抽煙 等著背部 令人不寒而慄 日本警方表示嫌犯認為 如果他殺了至少兩個人 就可以實現被判死刑的願望 神辰犯案過程 還模仿了今年8月 東京電車小田極限隨機砍人事件 如今冷血砍人造成至少17人受傷 其中一名70多歲男性遭刺 傷勢嚴重失去意識 東京警示廳正全力調查 釐清犯案細節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早點回到台灣 在新北有一名羅姓婦人 日前她是到板橋的第二運動場去 跑到外側說走走路散散步 結果沒想到 被一名練習全運會大隊接力的學生 給撞倒 整個人翻了一圈 那麼老婦人回家之後 就開始嘔吐暈眩 送醫之後 大量的腦出血就陷入昏迷了 現在還得靠呼吸器來維持生命 家屬相當的難過 因為這名婦人原本是準備要過72歲生日 沒想到居然被撞 去運動被撞就倒在醫院 她控訴說學生跟教練至今都不聞不問 就連主管機關也目不關心 掐著導管靠呼吸器維持生命 婦人躺在病床上陷入重度昏迷 跟死神拔河 家屬看得又氣又急 因為原本健健康康的老婦人 到運動場散步 卻遭人夢力衝撞 這一撞至今還在昏迷 撞飛的過程說還蠻大力的 而且我媽是飛出去 然後在地上有滾翻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板橋第二運動場 平時就有不少運動民眾 周邊構思牌上清楚寫著 跑步要在內側 散步民眾則使用外側跑道 但還是有人不守規定 新北市10月中承辦全運會 有高中選手到這裡練習 卻被控違規訓練 釀成婦人命為 從頭到尾 那個體育處 學校 都沒有人來關心我們家 我們家難道要一個公道 有這麼困難嗎 10月30號過72歲生日的婦人 如今卻躺在加護病房 讓兒女相當不捨 18號下午71歲羅姓婦人 兩腦出血陷入昏迷 昏迷指數只剩4 得靠呼吸器才能維持生命真相 那個陳科長來我們家 他對法令倒背如流 只是把責任都推給教練跟 會寫出他後續的保險的相關事宜 事情發生後 家屬在臉書跟市長侯友宜求助 癌痛表示 或許你不認識我 但是現在我們家陷入了絕境 可以幫幫我們嗎 也希望網友一起集氣 家屬人針對教練跟選手 提出過失傷害告訴 盼望市府做好管理 別讓民眾來運動卻再釀汗室 記者姚立強 黃玉蘭新北市報導 有時候小朋友被撞 也是可能造成很嚴重的骨折的 桃園一名國小的學童 放學的時候 跟他的同學在走廊就這樣跑一跑 玩一玩 跟平常一樣 結果沒想到意外的 跟另外一名學生給撞上了 因為兩個人撞的力道非常的猛 這小朋友當場就跌坐在地上了 沒想到這個學童回家之後 家長把小朋友送醫去檢查 才發現不得了了 這一摔導致他臉部都摔到骨折了 家長對於校方在事發當下的處理 非常的不滿 放學時間 小朋友開心的在走廊上跑跑跳跳 沒想到下一秒 兩名學生告訴飛奔迎面用力撞上 穿著白色上衣的小男生立刻站起 但走沒幾步路 就整個人腿軟 頭向下昏倒在地 我就倒下來 因為我的頭很暈 一旁的老師趕緊上檢查看 小朋友也緊張的聚集在一起 過沒多久 老師便找來班到即行證人員 拿著急救箱檢查學生傷事 並通知家長將小孩接回 過程中 卻沒有告知家長小朋友有昏倒的情況 家長擔心男同傷事 帶去醫院檢查 才發現小男孩臉部骨折 要求調閱學校監視器查看 事發狀況 而且老師也沒有告知說 我小朋友有昏倒 而且我送他 就是我送他來醫院的時候 的途中 他是一瓶瓶瓶瓶瓶瓶瓶 小男孩住院五天 校房卻沒有表示關心 讓家長相當氣憤 將影片捧往控訴 校房趕緊出面喊冤 學校當下的時候 是沒有那些現象的 老師說他現場覺得那孩子 是有意識的 他一直說會痛 孩子在學校內上課 回到家時卻是鼻心臉腫 讓家長相當心疼 雖然校房表示有持續關心 並願意補貼醫藥費 不過家長還是希望 孩子能平安上學 平安回家父母才能安心 這裡有劉志展 謝謝台灣報導 好 印度的神童阿南德 又做出預言了 這一回又說什麼呢 首先他說接下來 我們可能會面臨到的 能源危機 供應鏈中斷 還有電力短缺 12月10號之後 大部分會影響美國 好 對於阿南德的這個預言 到底準還是不準 或許當個參考吧 先前唐啟陽就有說 他對印度神童的看法 就是覺得他非常的違言聳聽 也希望如果說大家真的很想 要聽他說什麼的話 就去看他完整的報導 不要斷章取義 另外比較確實已經發生的 就是大陸的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 在31號跟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兩個人已經會面了 因為他們就參加了DU20的會議 在場邊有另外一場峰會 他們這次的會議被認為是 習近平跟拜登視訊峰會前 可能再聊一聊 為這場峰會來鋪路 但是兩岸問題 台灣議題又成為了美中的焦點 王毅告訴布林肯說 美國恐怕會造成 中美全局性的破壞 布林肯就回嗆了 他說美國根本就從頭到尾 沒有改變所謂的一中政策 反對加劇台海緊張的局勢 那麼王毅又再度回嗆了 他只是說 希望美國奉行的是真的一中政策 不要假的一中政策 那麼雙方就這樣 你來我往互相嗆來嗆去 會後中美雙方都發布了新聞稿 但是依舊是持續的隔空交火 大陸國務委員間外長王毅 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G20峰會場邊 進行一小時會談 雙方相敬如兵 互動冰冷 相比之下 王毅跟譚德賽會晤 氣氛熱絡 兩人都有手肘對碰 互相質疑 上海東方衛視報導 王毅在會上說 美國錯誤的對華政策 導致中美兩方關係遭到衝擊 還說兩國建交四十多年的經驗顯示 中美何則兩利鬥則俱傷 王毅說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最敏感議題 警告美國一旦處理失誤 就會對兩國關係造成全面性的破壞 要美方奉行真的一中政策 我們奉勸美方意識到台獨的嚴重危害 要求美方把一中政策真正落實到行動上 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美國國務院新聞稿針對這次兩人談話 簡短指出美方繼續保持開放溝通 布林肯呼籲大陸不要單方行動破壞台海和平 路透社報導布林肯在會議上告訴王毅 大陸對新疆香港及南海的一系列行動 是在破壞秩序令美方擔憂 兩人上一次見面在美國阿拉斯加州 當時會談也是不歡而散 這次借G20峰會兩人再度正面交鋒 在台海議題上立場持續分歧 記者張力報導 美方一直不斷的釋出訊息 說對台灣是跟美國的台海關係 美台關係是堅若磐石 但真的是這樣嗎 蔡英文接受了CNN專訪之後 有CNN的主播倒是認為 就算美國政府有給承諾 但是在經歷了20年阿富汗的戰爭之後 美國人民已經不願意再派任何的軍隊 到國外去打仗了 那麼美國跟歐盟之間的合作關係呢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現在跟歐盟已經同意結束 鋼鐵和鋁的爭端之後 現在美國跟歐盟正是跨入了 正是進入了跨大西洋合作的新時代 好 再來呢 美國還要擔心的就是他們的疫情 到底現在有沒有真的受到控制呢 因為美國的高層官員 白宮的發言人莎琪 他宣布確診感染 而且是在已經打完兩劑疫苗之後 發生的突破性感染 今年42歲的莎琪 原本他還計畫要跟拜登出訪的 那麼幸好及早發現 所以最後他還取消了出訪的行程 但他最後一次跟美國總統拜登接觸 是在上個禮拜二 但是兩個人有戴口罩 而且有保持距離 坐在戶外距離有180公分 那麼莎琪打完兩劑疫苗 還突破性感染 這種現象在美國好像越來越普遍了 白宮發言人莎琪在美東時間 10月31號下午發表聲明宣布確診新冠 她同時透露最後一次會見 總統拜登是在10月26號 莎琪強調當時她有戴口罩 她原本要隨拜登總統前往集團體峰會 但是因為一名家人確診 雖然她已經打了兩劑疫苗 並且診測陰性 但是因為小心取見還是取消隨團 沒有想到連續四天採音之後居然採羊 而搖滾天團主唱59歲的邦喬菲 也經傳感染新冠 邦喬菲原定在30號 漁漫滅海灘萬聖節舞台上表演 但是活動前衰減成陽性 只有被迫取消表演 她也是打了兩劑疫苗後仍然染疫 美國到目前為止 已經施打了4.2億劑的疫苗 其中1億9的民眾完成接種 佔人口的58% 在此同時 美國浪費疫苗的程度也非常驚人 根據統計 從開始施導到現在 全美已經浪費超過1500萬劑的疫苗 以加州為例 已經丟棄了64萬多劑疫苗 浪費的比例是1% 而全美各州對於可用疫苗的 平均浪費率高達4.8% 專家認為未來這種浪費的情形 恐怕會更嚴重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再來大家都覺得說 不論怎麼樣的上班 怎麼樣的賺錢 都覺得怎麼都很難存得到錢 因為現在的物價真的變得很貴 聊天室跟大家做一下互動 你對於什麼樣的東西 物價上漲你最有感呢 最近說一碗有肉的泡麵 將近要60塊錢了 真的是讓我覺得很難置信 首先對於生鮮蔬果 菜價貴 像我媽最近都說 菜價貴那是一定的 根本就一直都這麼的貴 長到有55.9%的人 覺得菜價生鮮蔬果很貴 讓他們覺得很有感 再來就是生活用品的部分 54.2%的人也覺得 真的覺得這些東西長得 讓大家覺得特別有感覺 再來就是油價了 還有吃飯的部分 餐飲部分 還有房價的部分 的確我們回過頭來看 現在油價還持續的在漲 國際油價創了7年來的新高紀錄 現在國內的油價也是連5漲 那麼財經專家怎麼看呢 他說工資調漲 還有市場的資金過多 以及5倍券等等的因素 都會造成物價上漲的催化劑 農曆年就是過年前 這個物價可能還會有一波的失控 早餐店最後剩下的食材 炒一炒成了店家自己的午餐 這麼省就因為物價實在漲太兇 不敢漲價的店家 就怕撐不住不排除鮮歇業 但也有店家已經巧巧調漲售價 學者警示農曆年前物價就會失控 明年春節半年過消費者會辦到心痛 最擔心的就是一個預期心理 因為帶來的是一種恐慌 就通膨的壓力 物價又開始上升了 這個情況會造成價格有失控 國際油價創7年新高 國內油價聯務長再加上 基本工資與公務員調薪 預期心理等5大因素 將成為物價催化劑 薪水還沒動物價先行 就怕通膨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跟油價有關係 跟能源有關係 物價會失控 不會失控 不會失控 所以居然跟工資調漲 可能是催化劑嗎 謝謝 現在的情況是百物齊障 那行政院也要查核相關的烘彈 吃的穿的等等的 這屬於核心物價 其實長得很兇 我們的官員不使人間煙火 對物價變化非常的麻木 最怕的還是消費者 預期心理 再加上囤貨效應 惡性循環 推升物價上漲 消費者荷包想要保住不鎖水 恐怕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 剪家慧陳建安台北採訪報導 留言按讚 然後分享連結出去 每天做好支持中天三步驟 一起成為監督的力量 接下來是我們的財經時間 剛剛看到了 好多東西都在漲價 美國的通膨很嚴重 那麼接下來台灣 該怎麼樣來因應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財經主播 小碧碧欽涵 好的 預計在11月的時候 主機處會上調今年的通膨率預估值 但是我們剛剛有聽到 官員不斷的強調說 其實這個通膨大家不用擔心 物價上漲只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 而且今年的通膨率 預計是不會超過2% 央行的總裁楊金龍 他也有特別強調 這個通膨的壓力 主要是油價持續的上漲 屬於短暫的現象 但是央行現在有兩派不同的說法 所以立委就質疑 這個通膨的狀況 真的有央行或者是其他的 政府官員想像的這麼樂觀嗎 來聽聽楊金龍的最新回應 請問總裁你是鷹派還是鴿派 好像也沒有說每個總裁都是鷹派當道 我好像第一次 目前是大多數 央行總裁當道 你是鴿派對不對 你們的副總裁陳南光是鷹派對不對 沒有 他只是提醒而已 也不是說把它歸什麼派 近期的物價一直上漲 會不會以發通膨 不會 不會 你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基本上我們的物價到目前為止還是能源的問題 還是能源的問題 能源 我知道 所以基本上你看看我們 你知道 現在每桶原油大概已經90塊了 不是只有油 其他的項目都漲 絕大項目也有一些有漲 但是也有一些的項目是跌的 大部分都漲 所以你的結論是 原油大概90塊左右 最高100塊左右會回檔 所以你認為結論是不會影響通過膨炸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國際上他對於油價的一個預測呢 現在呢 還是維持在75塊以下 我知道 目前的油價大概是85塊左右 不過要說明年的話 平均大概他是說 大概會回復到75塊以下 所以你結論 短期國內沒有通貨膨炸的問題 對 沒有 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央行總裁楊金龍 他重申 這物價的飆漲是因為油價 也就是當明年油價如果出現回落的話 基本上這個通膨也會跟著下來了 但的確現在央行出現兩種不同的聲音 剛剛第一種就是楊金龍的論點 那另外一位就是副總裁陳南光 其實這位副總裁陳南光 他之前對於房市 房價 打房 也是率先發言的 政府他的論調是 長期都有條件 有控制相關的物價 舉例來講 我們最近的一些油價 或者是電費動漲的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官方要做數字還滿好做的 所以他認為這個對於市場上面 其實反映出來的真實性 又有多少 他認為需要打上一個問號 再加上其實現在不只是台灣 有高通膨的壓力 全球包含像是美國 歐洲 對於這個通膨 國內物價指數上漲的壓力 都是相當劇烈的 再加上之前我們有特別談過的 缺工還有供應鏈的重組 都會導致大家的生產成本增加 薪資提高 所以非常有可能就會推升 另外一波新的物價了 台灣要像之前維持低通膨 陳南光認為恐怕沒有辦法 這麼樣的幸運 而事實上逐季總處每年會進行 四次的預測通膨率 今年的話8月的報告 裡面設定油價每桶 是落在67.6塊美元 結果油價預估錯誤 因為這個漲勢是超乎 官員們的預期突破80美元的關卡 除了油價之外 包含像是天然氣煤 也比去年同期大漲了翻倍 這是預測的時候史料未及的 所以還要從廠商的出廠價格 也就是頓售物價 就可以看得出來相關的端倪 比方說7月份以來7 8 9月 連續三個月的年增率 都是超過4%的 這個物價的上漲 有點像是批發價 批發價格的上漲 大概是創下了近9年來的新高 顯示國內這個通膨壓力 真的沒有官員想像的 這麼樣的樂觀 竹記處的官員表示 通膨的漲勢 他們認為應該要具備 連續性 普遍性 還有顯著性 這三個目前看來 沒有節節攀升的話 就代表通膨其實是不存在的 雖然他們預估第三季的預估值 是比原本的預估值要來得高 通膨率有超過 他們想像中的一個幅度 但是逐季總處 會在11月的時候 再度上修今年的預估值 但是不斷的強調 不會超過2%的一個警戒值 但坦言最害怕的是什麼 民眾因為預期心理 也就是認為物價會飆漲 我趕快來買東西 趕快來囤貨 出現一種這種亂象 那就會增添物價的不確定性 大家接下來要屏息一帶的是 9月份我們知道物價指數 衝破了8年半的新高 如果在電價動漲 油價還漲的狀況之下 10月份的通膨率 如果是直逼3%的話 恐怕到時候政府要重新檢視 國內的抗通膨政策 人一天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在睡覺 而睡覺對我們的影響有五點 消除疲勞 保護大腦 鞏固記憶 調節內臟功能 提高機體免疫力 想要提升睡眠品質 Javita全能封膠圍倒農村膠囊來幫你 這是由台灣在地小農嚴選生產 具有調節生理機能 以及黑大蒜元素支補強生 擁有好的睡眠品質 對人體的調節機能 也會有好的效果 保健自己 從睡眠開始 給中天給益政最實質的應援 就是加入中天電視的會員 還有加入全球大寫的會員 邀請大家 來給我們最給力的幫助 怎麼加中天電視的會員 首先來到我們的 中天電視頻道 我們主頻道 首頁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加入 你就把它點進去 填完資料 恭喜你 亮麗而為 我們都歡迎 讓大家一起成為 中天一份子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通常買房 附帶一個車位是很合理的 但是這一間房不太一樣 在高雄有一棟大樓裡頭 它在火車站前 算是非常精華的地段 市價一戶大概就500萬上下 但有一位業者賣一戶房 他開價4200萬 這個房子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因為這一間房 它附帶的不只有一個車位 它居然附帶了51個車位 號稱說 你把這些車位 通通都租出去的話 你可以月收15萬 你可以當包租公 但是問題是 真的有人想買這樣的房嗎 大樓房附帶車位 一戶通常配一位 但在高雄這間大樓 公網要賣 買一戶居然加碼51個車位 就是這一棟位 在精華地段 店面最愛撒阿卡 附近店家多 交通方便 屋齡44年 買一戶位在12樓三房兩廳 要價4200萬 卻包含51個車位 民眾秀到商機 算一算租出去一個月 就可以賺15萬 會買51車位可以租出去 這附近真的很確定這個 花三千 現在市場來講的話 我相信那個500萬左右 應該跑不掉了 一般民眾看了心動 想賺租金實際上 可沒這麼簡單 得先跟管委會討論 加上車位無法貸款 只能付現 得自備大筆現金 恐怕讓自己先破產 對面他出路就複雜了 過50年不是要猜 我會考慮 這棟大樓44年 疑似產權複雜 加上屋齡太久 附近居民都沒有意願購買 附近店家透露 其實大樓本來有車位 只是建商倒閉 但所有不動產產權 都在建商手上 全被登記轉移 住戶連一個車位也沒有 買一戶包下51個車位 聽起來心動想投資 恐怕物彩正義陷阱 想投資也得先算準商機 避免先套空自己口袋 記者洪富人林英榮高雄報導 各位國旅券已經可以開始使用了 今天已經11月1號 不曉得大家有抽到國旅券嗎 聊天室跟大家做個互動 如果有抽到的朋友 幫我加1 沒有抽到券的幫我加2 一貞很幸運 國旅券我也有抽到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放假 可以來使用這個國旅券 首先告訴大家 這個中獎的民眾 記得要上網去登記領取 要把這個QR Code截取下來 如果是長輩的部分 可能有的人是紙本的 紙本的我記得好像 11月10號的時候 才可以去超商 領取紙本的券 總而言之 全台灣哪裡可以用 很多人還搞不清楚 全台灣6500家的業者 包括了像是 如果是你要去旅行 旅行社 或者你要住宿這個飯店 其實都可以用的 但是很多民眾覺得 還是很混亂 當然上網可以查清楚 但是有人說 他要到台中去泡溫泉享受一下 結果發現配合的業者 怎麼這麼少 不超過5家 覺得選擇性好少 另外有人想用國旅券 上山去賞鷹 武林農場開放這個櫻花祭 明年的櫻花祭 沒錯 已經開始了 不到5分鐘 據說1972間房 已經全部秒殺 小燕的櫻花綻放盛開 一整排的粉嫩美景 配上藍天白雲 美到不行 武林農場櫻花祭 明年2月開跑 上午8點半開放 訂房 網路 直接秒殺 櫻花祭 2月開始就都沒有了 櫻花祭 櫻花祭 從明年的2月12號 到2月28號 為期17天 1972間房間 5分鐘內 全部搶光 不少民眾的旅遊計畫 已經訂到明年 國旅券也開放使用 台中的溫泉飯店 詢問電話 一通一通的來 我們這邊有使用國旅券 然後有配合住宿專案 1000元的國旅券 雖然號稱全台有超過 6500家的業者配合使用 但是以溫泉業者為例 從官網上看 整個台中只有4到5家配合 真的比較少 台中市這麼大 就只有2000而已 其實不太合理 這可以多一點 很多地方可以玩 民眾忍不住抱怨 選擇性太少 也有長輩根本不會用 也搞不清楚自己 到底有沒有中家 國旅券開跑首日 夜診民眾都還在摸索 使用狀況似乎不如預期 在聊天室裡頭 李安也有中獎恭喜你 但是我發現好像很多人 卻還有朋友他是沒有登記的 然後米優恭喜你 抽到了動資券 另外我看到玉山古天樂 抽到易放券太幸運了 我還看到一個抖內 路過的小小漢堡 感謝 剛剛忘了還有一個廣告 請搜尋漢堡主播 鄭一貞在YouTube的頻道 但YouTube我只有放一些 小小唱歌的 謝謝大家的抖內應援 接下來我們回到新聞議題 打疫苗的部分 民眾打公費的新冠疫苗 政府都給打疫苗的醫療院所 多多少少有補助 但是不少民眾在點開 健保快一通APP的時候 就發現了 健康存責當中有院所申報說 健保的診療給付紀錄 就是健保署說8月發函 要這個院所自清 那麼累計409家回報 真正追回將近4000萬元 健保署回應說 即使民眾打疫苗的時候問醫生 只要是打疫苗的相關問題 就不能算是另外的醫療行為 打公費新冠疫苗 不許繳交掛號費和診療費用 卻有民眾發現 醫院向健保申請給付 有民眾打完疫苗 點開健康存折 居然發現 在疾病分類名稱出現肌肉痛的病症 現在健保署要求醫院自清 問一大堆的健康問題 或者是他身上有哪些疾病的問題 花掉那麼多的時間 諮詢問診的工作 或許只是沒有開藥而已 這樣應該也算是一種醫療行為 到底怎樣算醫療行為 能不能申報 截管署規定 醫療院所幫一位民眾打疫苗 可以收到100元的疫苗處置費 和行政處置費100元 而一般門診會另外收取 掛號費 疾病處置費可以申請健保點數 但打疫苗不能申請 兩者的掛號系統也有不同 從6月到10月已經有409家醫療院所自清 追回3926萬元 只是因為疫苗而擔心有一些後續發燒 或相關的狀況 這個就不在我們所謂的疾病的範圍當中 應該是要有民眾自費 或者是說有些院所 他其實也會藥品免費提供給民眾 截至9月 施報醫療費用有三大違規 其中無就醫事實足3家 自費健保申報就醫35家 謊報慢性病處方簽診療費11家 共追回1.2億元 健保財務壓力大轉加到醫療院 全國五大醫院團體組成健保財務缺口 因應小組 趙吉仁表示有多少錢做多少服務 但總額有限 許多專業技術給付不負成本 點直遭稀釋 醫院只能拿自己的血肉來補 打疫苗後 民眾產生的問診相關奮用 到底能不能算健保申請 中間產生了灰色地帶 指揮中心恐怕得再好好界定清楚 記者仰視水潮這人 台北采放報導 國際大小事 上海迪士尼經傳說 有確診者到訪 結果在萬聖節的晚上 居然突然間緊急風源 那麼大批的防疫人員 跟警察都進駐了 強制遊客離開前 必須要做核酸檢測 結果導致這個遊樂園裡頭 大排長龍 附近的地鐵站也封站 整個附近交通大亂 本來是夢幻樂園 結果上演了萬聖夜的驚魂祭 璀璨煙火 在上海迪士尼城堡上空施放 但恐怕沒有人有心情狂歡 大門口核酸檢測的 遊客排起艙隊 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進駐 加上大批民警維持秩序 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上海迪士尼31號傍晚 突然發布通知 樂園和迪士尼小鎮停止遊客進入 部分遊樂設施停止運行 所有人出源必須核酸檢測 感覺還蠻快的 我本來預想要很長時間了 現在已經做好出來了 正值萬聖節活動 迪士尼湧入大批人潮 一看到又檢測 當場傻眼驚呼 根本萬聖節驚嚇 所有遊客都變成倒霉鬼 據了解一名確診者 在30號曾經造訪迪士尼 原方接獲通報 宣布配合疫情排查 部分地鐵站也立刻封站 上海當局安排了200多輛公車 轉送遊客周邊交通打亂 目前相關3萬3000多人的 結果都是陰性 而園區11月1號和2號 也暫時關閉 大陸疫情升溫 兩週內擴散16省 累計超過400例 最新通報本土新增59例 最多的在黑龍江27例 其次甘肅 河北 內蒙等地 北京部分景點暫停 室內項目級演出 西城 東城和昌平區 也取消電院的營業 當局呼籲近期內 非必要 無藥出京 記者1月1月1月1日 北京採訪報導 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站住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扣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與評論 請聽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無想福利快來加入喔 在台灣一直努力耕耘兒童體操的女神瑞莎 首度在台灣帶隊讓小朋友們 去參加這個韻律比賽 雖然說得牌很開心 但是他在臉書上大爆料說 其實男演心情非常的失望 原來是他發現在比賽當中 有一些安全的問題都沒有被把關 沒有被在乎 他提到說有一位小朋友 在練習區去練習 結果做完動作居然躺著不動 還開始掉眼淚 他說當時他快嚇死了 心裡頭還想說 是什麼樣的軟電 怎麼會讓小朋友受傷呢 結果把地毯翻起來看 震驚的是 根本就沒有鋪任何的軟電 而且也沒有人通知 而且他們是位在練習區 不少的網友看到也超生氣 回應這根本是殺人 那麼對於瑞莎的這些說法 如果主辦方有任何的回應 我們會持續的為您掌握 那麼再來說到了宣傳街舞 這些政治人物真的是聊下去了 前列委沈志慧在臉書上傳了 一支街舞的宣傳影片 好 內容就是介紹說 這個舞蹈比賽的時間跟地點 為了要宣傳這個街舞的活動 現在政界朱立倫 蔣跟黃 蔣萬安 紅 孟凱也在鏡頭前 手舞足道的跳起舞來 全片38秒 網紅阿滴都留言朝聖說 還有前外交官劉仕傑也留言說 有一種慘不忍睹的尷尬 可是又不忍苛責 許多網友還敲碗說 最想看連勝文Solo霹靂舞 明月就要希望就在海調水管 等你來挑戰 好 剛剛看到我真的是笑到不行 不過這些委員們 政界的人物也真辛苦了 說要宣傳活動 總是要吸引大家的目光 但是再來看到這個 到底這個車子怎麼撞的 兩輛車一起勒殘 而且還真的是 是不是摔到田裡去了 發生在花蓮吉安的這起車禍意外 休旅車跟轎車在路口 先發生了撞車意外 然後兩輛車真的就都 撞到田裡面去了 這個非常誇張的景象 讓路過的民眾看了 都非常的擔心 趕快打電話報警 兩輛車倒栽蔥斜斜插入田中 到底是怎麼撞的 才把兩輛車都從路上撞進田裡 這起車禍發生在花蓮吉安鄉 畫面中這台休旅車沿著道路向前行駛 突然一輛轎車從畫面右邊殺出 休旅車煞車不急猛力撞上 兩輛車受到撞擊一起衝進道路旁的農田裡 事故現場滿目瘡移 休旅車引擎蓋掀起變形 車頭凹陷全毀 內部機件外露 保險桿卡在車底 車燈槌掛 甚至連車內後照鏡都飛出 掉到水溝裡 轎車的左躍子板機 前車門則被撞得凹凸不平 後視鏡外翻 可見撞擊力道之猛 據了解雙方疑似經過路口 都沒有減速查看來車 才釀成嚇人車禍 救護人員到場後 趕緊把頭部受傷的休旅車駕駛 跟昏迷的轎車駕駛送醫 照示原因警方還在釐清當中 記者劉幾道商資人畫聯報導 好 台中有一位39歲的民眾 曾經為毒品前科入獄10多年 那這名男子又因為持有槍支 就遭到了警方圍捕 他拒捕之後 要求警方給他20分鐘收東西 不過最後他在屋子裡頭 朝著自己的頭部開槍 那麼經過了一夜搶救之後 被判定撈死 原本家屬希望說可以器官捐贈 幫助其他人 沒想到他的協議當中被驗出 有毒品反應 檢察官最後是不同意器官捐贈 晚間8點多警方在台中 一處名宅外拉起封鎖線 因為屋內有人開槍 擊中自己頭部 開槍的是一名39歲男子 他有毒品前科 曾被關10多年 前年才剛出獄 出獄後居無定所 這次是因為他持有槍支被警方盯上 警方找到他 要他自己下樓 他說你們上來我就要開槍 還要求警方給我20分鐘收東西 警方在等待期間跟他說 你要勇敢面對所犯的錯誤 沒想到半個小時過去 嫌犯沒下樓 屋內突然傳出一聲槍響 嫌犯居然朝自己頭部開槍 頭部右方急出從左方射手 嫌犯嚴重腦傷被判定腦死 家屬原本希望讓他器官捐贈 沒想到他的血液被驗出有毒品反應 檢察官不同意器捐 記者連家親王世函 台中採訪報導 還有這群年輕人也真的是很疲 半夜不睡覺這四名的國中生 居然偷騎著爸爸媽媽的機車出門 而且還在側速照上機前面導彈 他們用手遮住這個車牌 然後坐在後座的乘客 整個人往後彎遮住這個車牌 非常的危險 凌晨十分摩托車高速通過路口 過了兩分鐘 急車又再次繞回來 高速衝刺 仔細看當時坐在後座的乘客 整個人往後歪斜 幾乎是用下腰的高難度動作 用手遮住車牌 一次左手遮一次右手遮 半夜不睡覺實在閒得發慌 警方帶著監視器 發現這群人根本沒有成年 國中生自稱半夜睡不著 想測試測速器相約搞怪 調皮搗蛋的國中生 以為遮住車牌就沒事 警方一共調閱長達35天的 路口監視器找到車輛 家長帶著孩子上警局 才知道闖下大禍 先隔三分鐘 來回兩次的一個超速 第一次用左手遮住車牌 第二次用右手遮住車牌 國中生又是無照駕駛 又是遮蔽車牌還超速 一共開出十張罰單 四萬罰金回家好好反省 記者彭志明 許維文 彭馨 苗栗報導 好 接下來大新聞大報告 要記得幫我們雙開應援 還有今天下午五點鐘 正面看世界我們要線上見 最後一則新聞 立法院牆上有沒有看過這個牆呢 世界地圖換一張 換成四百年來 各時代繪製的台灣地圖 但是陳玉珍提出抗議 上面沒有金門 地圖都變成每一個年代的台灣 甚至從各種角度去看台灣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圖展現的就是 我們對台灣需要有更多的認知跟體會 這就是我們過去世界看到的台灣 那我們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 要讓未來的人 未來的世界如何看台灣 台灣的國際人格正在塑造當中 我們要做到一件事情 讓世界不能沒有台灣 為什麼沒有金門 我要抗議 金門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 我們是同國一命 我們是同一國的 為什麼沒有我們金門的地圖 這個我要跟立法院 正式發我們抗議 有沒有捧物我不知道 媽祖應該也沒看到 沒有外島 我們的外島 金捧 已經 不是已經獨立了嗎 我們也沒看到捧 有捧物嗎 有有有有 就是金門媽祖是不是已經獨立了 那個 那如果獨立的趁機會宣傳一下金門好了 人體的膠原蛋白會隨著年紀增長而降低 25歲以上膠原蛋白就會開始流失 而膠原蛋白的減少是肌膚或關節老化的因素之一 膠原蛋白大多出現在皮膚 骨骼 肌械 關節 血管的結地組織 保養的關鍵在於適時補充膠原蛋白 增加富含蛋白質的魚類 肉品的飲食 也可以選擇JVITA法國金膠原微分子生態做輔助 在季節轉換的時候 為所有女性補充肌膚流失的養分 也是保養自己的最好時機 找回年輕潤潭光澤 青春保養唯一指名 高純度 小分子 無腥味的需求 法國金膠原蛋白生態 兩核超直組 4680元 起掃瞄中天指定電商 快點購QR Code 立即享好康 疫情爆發 社區感染 小心 病毒就在你身邊 您知道如何做到真正的防疫嗎 水神強力抗病毒是事實 水神不刺激肌膚就是不刺激 水神很安全 孕婦 兒童都適用 水神協助你做到真正的防疫 不要把病毒帶在身邊 我一進門先噴衣服 噴鞋底 噴全身 因為我不知道進門前 衣服沾付多少病毒 鞋子踩過多少地方 自己接觸了哪些病菌 有包裹 有郵件或叫外賣 進門前一樣都先噴噴噴 因為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經過了多少人的手 接觸了哪些病菌 確實把病菌隔絕於家門外 防疫抗菌百分百到位 水神真的很神 請記住噴噴噴 防疫期間養成習慣 把水神牢牢握在手中 水神乾洗手抗菌液 全台各大通路泛手中 光旺水神是微酸性 電解刺濾酸水 可以有效的防疫 不刺激皮膚 隨時隨地的噴 時時刻刻保持 手與環境的清潔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家園 大新聞大爆掛 改頭換面 為民發聲初衷不變 監督火力無限 話題尺度不設限 勇敢站在威權對立面 10月18日請下午2點到4點 大新聞大爆掛 全新出擊 歡迎來一遍 好評回購No.1 中天嚴選 請立刻上快點購買起來 愛自己 愛家人 挺中天 中天唯一指定電商平台快點購 多元流量曝光 完善合作機制 創造更多銷售機會 歡迎優質廠商加入 立即撥打客服對話 0800-660-608 或上網搜尋快點購 疫情爆發 社區感染 小心病毒就在你身邊 但是您知道如何做到真正的防疫嗎 水神不刺激肌膚 就是不刺激 水神很安全 孕婦 兒童都適用 水神協助你做到真正的防疫 防疫期間請洗手避免病從口入 但是你一天能洗幾次手呢 洗了手又亂摸 所以一定要把水神握在手上 隨時噴 隨手噴 簡單又能真正防疫 一天能噴200次以上 都呼刺激肌膚 還有你再提醒不要揉眼睛 但往往都是不小心 每次都是揉了才想到 這時候趕快拿起水神噴一下 因為雙手是防疫的最後一道防線 水神真的很神 請記住 噴 噴 噴 防疫期間養成習慣 把水神牢牢握在手中 墨墨水神是微酸性電解激酸水 有效防疫無刺激皮膚 隨時隨地噴 實時保持手於環境的清潔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家人 支持中天三步驟 每天跟我這樣做 請您在中天所有影片下方 先按讚 再留言以及為別人的正面留言按讚 然後分享連結出去 每天坐好坐滿 支持中天三步驟 按讚 留言 分享 一起成為監督的力量 大新聞大爆掛全新初級 歡迎來變 那麼唯一不變的事情 大家趕快來紫屏上收看 雖然現在在主屏上 一樣看得到大新聞大爆掛 但還是希望到紫屏上收看 同時記得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 好 在這邊謝謝大家 我們的這個目前訂閱數 來到了45萬3000多人的訂閱 希望持續幫我們衝高 這個訂閱的數字 盡量幫我們往海外推播 好 那麼今天要來談什麼 談的是這一位拆彈專家 不過現在顯然他已經 爆出了好多的未爆彈 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